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主题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简短的版本叫做跨越 另一个版本的主题比较长 靠着恩典跨越 超越环境的喜乐 超越贫穷的乐捐 超越所求的百上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再三的鼓励和不断的劝戒 人的心才被激动 也许能够做到80%来回应就已经不得了了 但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我们看见圣徒的榜样 不是80%而已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回应 而是超越百分百 进入一个超越的境界 一个突破的境界 一个无止境的领域 这是神的领域 因为我们的神不受限制 神的一切无限量 Amen 当一个信徒或是一个教会 进入如此无止境的境界 彰显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成为他人极大的祝福 第八章这里就提到了三个这样的榜样 马其顿教会 提多 还有保罗自己的榜样 这样的爱付出 效法与耶稣基督为我们倒空的舍迹 第九节 你们知道我们祖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教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目的 是要鼓励他们乐捐 因为他们一年半前就说要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 但至今仍未奉献 乐捐很重要 第八和第九章都在讲述这事 其中记载了关于乐捐非常宝贵的教导和理念 可以帮助今天的教会有正确的观念和心态 把握每一个乐捐的机会 尽力乐捐的福分 但愿今天这一章的默想 也可以激励我们的爱心与付出 靠着恩典跨越 超越环境的喜乐 超越贫穷的乐捐 超越所求的百上 进入一个超越的境界 一个突破的境界 一个无止境的境界 第一段落八章一到五节 马其顿教会的榜样 超越的生命 第一节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 保罗以马其顿教会的榜样 就是他们如何从神的恩典 带下的生命见证 这样的善事 神的恩典 超越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有限 使人逆流而上 突破环境 不受限制 第一 神的恩典使我们患难中喜乐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 受大失恋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喜乐 第二 神的恩典使我们贫穷中乐捐 在鸡穷之间 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第三 神的恩典使我们按着力量 超越力量 第三节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当我们面对困境和贫穷 自然就会觉得环境不允许 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我自己也缺乏如何的给呢 如何喜乐得起来呢 如何做得到呢 这是我们天然人的光景 但神的恩典使我们超越环境的瑕质 和自己的不足 让我们可以在患难中有满足的喜乐 在穷乏中可以乐捐 甚至超过自己原有的给出去 无论是金钱上的给予 或是福事上的给予 第四 神的恩典使我们甘心乐意积极主动 接着说 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再三地求我们 祝我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这里供给原文是 koinonia 就是fellowship 团契相交的意思 马其顿教会再三地求什么呢 就是透过奉献 在圣徒侍奉的事上有份 换句话说 奉献或乐捐 就是圣徒之间彼此的团契和相交 拉近两个教会之间的关系 耶路撒冷教会是犹太信徒的教会 马其顿教会和哥林多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 当耶路撒冷教会有缺乏 外邦教会的奉献不但可以帮补他们 也可以建立关系是一个合一的表态 第五 神的恩典使我们照人期盼 照神旨意 第五节 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 保罗对他们的期待不是私心 而是按照神的旨意 第六 神的恩典使我们献祭给主 归附使徒 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 与主连节也要服从在教会权柄之下 第二段落 八章六到十五节 从愿做的心到半成的事 第六节 因此我劝提多 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词汇的事 就当半成 这里词汇原文就是恩典 圣经直接称奉献为恩典 与第一节 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是一样的 是神的恩典 同样的恩典已经在哥林多教会启动 所以不要停在启动的阶段 要把这事完成 换句话说 不要半途而废 不要三分钟日度 第七节 你们既然在信心 口才 知识 热心 和待我们的爱心上 都格外显出满足来 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 他们既然如此夸空 大罗就劝他们也要在乐捐的恩典上 显出同样的满足来 此恩典就是乐捐的恩典 超越困难和环境 超越自己力量的乐捐之恩 信心 口才 知识 热心 和爱心 要不断增长 多而又多 Abound in everything 同时也要同样的在乐捐的事上 多而又多 Abound in grace 我们的追求要全方位的追求 不要走偏了 八到十二节 被他人的热心激发挑望 以基督为榜样 第八节 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 为什么不是吩咐呢 乐捐其实是甘心乐意的 不是勉强的 保罗说 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 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 既然夸耀至今有热心 有爱心 就要有行动表现出来 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第九节 你们知道我们祖耶稣基督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恩典 是什么样子的恩典呢 祂本是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同样的恩典要领到我们 使我们也可以给出去 可以倒空自己 好让他人得着富足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第十到十二节 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 是与你们有益 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 而且其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 既有愿做的心 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冤啊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一开始那愿做的心非常重要 是蒙冤纳的 但不要停在那里 要把愿做的心实行出来 无论能够给的或多或少 都蒙神冤纳 因为是按照所有的 不是按照所没有的 神没有质问我们 关于我们所没有的 这样的理解 释放我们脱离真净比较的心 也释放我们脱离 自我控告的愧疚感 以及自我高居的优越感 神看见我们有多好 不是拿我们来跟其他人比较 乃是照着我们所有的 并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 也许你有的很少 但是你给出去的那一点点 在深宴中就是很大一笔奉献 如同耶稣看见那寡妇的两个小钱 比其他人奉献的许多银子还要多 13到15节 奉献的原则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13节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 有些人会心里觉得不公平 凭什么我辛苦赚来的钱 要乐捐帮助他人呢 这里保罗解释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 乃要均贫 就是要你们的富裕 现在可以补他人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裕 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 这就均贫了 这里叫到一个属于神国奉献的原则 与世人的理念不一样 世人认为赚钱越多越好 存得越多越好 但是15节说 如经上所记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在跨野的日子 神赐给他们玛纳 穆希对他们说 出埃及记16章16到19节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 为账目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 各拿一而没而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有多收的 有少收的 即使用尔美尔量一量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 穆希对他们说 所收的不许任何人留到早晨 那时候的以色列人 与今天的时代 其实是一样的 有人觉得要多留一些 生怕明天就没有玛纳了 万一明天神不给 或是神忘记了 或是都被别人抢走了 没有剩下的准办 他们不认识神 也不相信神 所以他们有人不听从摩西的吩咐 偷偷地把多余的玛纳储存起来 岂止第二天早晨就发现生虫变臭了 因为神说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亲爱的我们给出去是不会缺乏的 我们留起来也不会有多余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给 我们绝对不会受亏损 第三段落 八章十六到二十四节 妥善办理奉献的事宜 保罗打发三位宗教会认可的同工 成为同行的伙伴 以及把奉献带去耶路撒冷 其中包括提多 还有两位没有提名的弟兄 保罗这样妥善地安排 形式光明磊落 堵住任何控告或闲言闲语的空间 给我们立下了非常好的榜样 十六十七节 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 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 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 但自己更是热心 情愿往你们那里去 提多如此的热心 不只是因着保罗的劝眠 更是被神感动 心甘情愿亲自往哥林多去 十八十九节 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 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 不但这样 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 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 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指路加 不是保罗自己一个人挑选 是众教会的挑选 委托他们负责运送捐款 乐捐有双重的果效 第一 奉献可以荣耀主 不是荣耀捐款的人 这理念非常重要 第二奉献又表明我们乐捐的心 有时候人愿意但没有机会 所以这里只机会来了 好让人心里面乐意的心 有机会可以表明出来 透过这一次的奉献 写明内心乐意奉献的心智 无论是乐捐的心智 或是胜服神的心智 二十节 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赢很多 就挑我们的不是 我们必须谨慎 有时候做好事若没有谨慎周全的处理 会被人扭曲为控告我们的借口 即便如此 这不拦阻我们 那是提醒我们要更加的谨慎办理 打发有教会认可的同工同行 免得留下破口或把柄 问心无愧 不是遮遮掩掩 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敢做的说头乌龟 也不是完全不理会他人 而成为一个我行我素的独行侠 问心无愧 乃是在教会权柄的遮盖 和团队同行的保护中 走在神的旨意里 二十一节 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 不但在主面前 就是在人面前 也是这样 这两者缺一不可 有些人只在乎坐在主前 完全不理会他人 而绊倒了人 另外有些人只在乎人前所做的 完全忽略了神的法则和旨意 这两个极端都不好 我们要学习如何容神一人 如何在主面前 也在人面前留意行光明的事 对保罗而言 他问心无愧 所以他打发教会认可的同工 一起同行 他没有鬼鬼祟祟 也没有把自己孤立起来 把别人排挤在外 没有不让别人碰他的时供或奉献 通常心里有鬼的人 才会遮遮掩掩 躲躲散散 我们必须同时在主面前 也在人面前行光明的事 这才是真正的光明磊落 二十二节 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统俱 这人的热心 我们在许多世上 屡次试验过 不是随随便便 一个路人家 或是一个没有经验 什么都不知道的信徒 必须是一个在许多世上多次被认可 有热心 有信心的信徒 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 自然相信格林多教会乐意奉献 对自己身边的同工 以及众教会所认可的同工 保罗以如此肯定的眼光来尊荣他们 二十三节 论到提多 他是我的同伴 一同为你们劳碌的 亲爱的 我们是用什么眼光看待我们的团队呢 看待与我们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呢 是我们的同伴吗 还是我们的对手 是一同为教会劳碌的 还是霸占羊群占山为王呢 亲爱的 我们身边的同工是我们的同伴 一同为教会劳碌 一起服侍教会 轮到那两位弟兄 特别指众教会任何并猜浅的领袖同工 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 是基督的荣耀 Amen 最后保罗鼓励他们 二十四节 所以你们勿要在众教会面前 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 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 最后我们来回应与祷告 今天这一章节的默想 是否激励了你的爱心与付出呢 向我们领受神的恩典 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并以马其顿教会 提多还有保罗的范例 来彼此的激励 靠着恩典跨越 超越环境的喜乐 超越贫穷的乐间 超越所求的百上 进入一个超越的境界 一个突破的境界 一个无止境的境界 向我们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如此美好的恩典 使我们超越环境的瑕疵 和自己的不足 让我们可以在患难中 有满足的喜乐 在穷乏中可以乐捐 使我们按着力量 甚至超越力量 超过自己原有的给出去 无论是金钱上的给予 或是服饰上的给予 主啊 我们要在奉献的事上 甘心乐意 积极主动 透过奉献与信徒之间 有更美好的连结和相交 在圣徒侍奉的事上 有分于其中 主啊 我们的服饰和奉献 按照人的期盼 也按照神的旨意 献祭给主 也归服使徒 主啊 帮助我们 有了愿做的心 还要办成这事 不要半途而飞 也不要停留在 启动的阶段 而是把心里 想要做的事 实行出来 主啊 我们要在信心 口才 知识 热心和爱心上 格外显出满足 我们也要在奉献的恩典上 格外显出满足 我们相信 我们的赋予 可以补足他人的不足 同样 他人的赋予 也可以补足 我们的不足 我们相信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所以我们放心地 给出去 好荣耀你 而且把握机会 以行为 显明我们乐卷的心意 主啊 教导我们 在主面前 也在人的面前 留心行光明的事 帮助我们 谨慎周全地安排 教会的事宜 不留下把柄 让人控告 而让我们可以 问心无愧 在教会全柄的遮盖 和团队同情的保护中 走在神的旨意里 帮助我们 不要遮遮掩掩 成为一个 什么也不敢做的 说头乌龟 也帮助我们 不要完全不理会他人 而成为一个 我行我术的独行侠 求主教导我们 同时在主的面前 也在人的面前 行光明的事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